导师区中心化自治组织 Decentralized Tourna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 是一种在区块链上运作的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它允许人们以区中心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决策 通过Dow 人们可以在不需要中间人的情况下进行投票 管理和资金分配 要使用Dow 你需要以下步骤 步骤一 选择一个区块链平台 Dow是基于区块链技术 因此你需要选择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区块链平台 目前以太坊是最受欢迎的区块链平台之一 因为它支持最多的智能合约和Dow 步骤二 建立智能合约 一个Dow是由一个智能合约组成的 你可以使用Solid的抵或其他语言编写智能合约 并在区块链上部署它 智能合约定义了Dow的规则和运作方式 包括成员资格 投票权利和决策程序等 步骤三 招募成员 都需要一些成员来进行管理和投票 你可以通过宣传 社交媒体和其他方式来招募成员 Dow的成员可以是任何人 只要他们愿意遵守Dow的规则和条件 步骤四 进行投票和决策 Dow的成员可以通过投票来决定各种事项 包括资金分配 投资决策 管理等 Dow的决策程序可以是多数决 加钱投票或其他方式 这取决于智能合约的设计和成员的选择 步骤五 管理资金 当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管理资金 成员可以投入资金 并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金 Dow可以投资项目 支付成员报酬 购买资产等 总结 Dow去中心化自制组织 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组织形式 Dow的目标是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 实现透明 公正 民主的决策和运营 Dow是由智能合约控制的自主运行的组织 Dow的成员可以通过持有代币或投票权的方式 参与到组织的决策和管理中 Dow的运作基于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 Dow的运作基于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 Dow的成员可以通过智能合约执行各种决策和管理任务 例如投票 审批和资金管理等 Dow的决策和运营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有成员都可以随时查看和监督组织的运作 Dow可以应用于多个领域 例如数字货币 去中心化金融DeFi 社交网络 游戏 Dow可以使参与者更加平等地参与到组织的管理和决策中 而不受传统中心化组织的建议 同时Dow也存在一些挑战 例如安全性问题 治理问题等 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感激 在刀中 成员可以通过持有代币或投票权的方式参与到组织的角色和管理中 持有代币可以使成员在组织的角色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而投票权则是一种更加民主化的方式 让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角色权 同时Dow还可以设置一些规则和奖励基础 以鼓励成员积极参与到组织的运作中 Dow的发展和应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探索 一些数字货币项目和去中心化金融平台已经使用 Dow作为组织形式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同时 游戏等领域也在尝试将Dow应用到自己的业务中 最后Dow的应用还受到了法律和监管的限制 由于Dow的去中心化特性 它的运作不受传统法律和监管机构的约束 这可能会引发一些法律和合规问题 因此Dow的应用需要与法律和监管机构进行积极的对话和合作 以确保其合法合规的运作 总结来说 都是一种新兴的组织形式 它具有去中心化 透明 公正 民主等特点 可以实现更加平等和开放的组织形式 虽然它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 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展 到有望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推动更加去中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发展 谢谢您的支持 请点赞 订阅和分享 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讯息 也欢迎打开欢乐铃随时关注